接下来是Y2L整的新闻盘点,今天技巧就要说的,则是发生在亚运会的一件事。 诸位还记得前些日子,菲律宾南篮上蹿下跳的秀操作吗?为了见证咱家南篮是如何在篮球上对其实行制裁,技巧军决定前往雅加达时地考察。 出道雅加达,异国风情令技巧军劝是心动,当时就决定在印尼的街头走一走,谁曾想,这一走啊,就走了老远。 单纯的Y2L发现一片灯红酒绿的去处,姑娘们见了技巧军一个比一个热情似火,纷纷上前致意,莫非技巧军的名声,已经远驳至印度尼西亚了,尽管他们说的外文技巧军听不懂。 但从风骚的姿势和暧昧的眼神里,技巧军可理推测,他们说的应该是,大爷,进来玩呀,此时单纯的Walky Ocean也明白了这不是啥好地方,那咱能同意吗? 正当技巧军准备拒绝顺便劝他们迷途之法,身边突然传来了游戏游戏,明白了,日本人,在某些无聊网络媒体的洗脑下,日本人普遍耳的思想,已经在技巧军心中根深蒂固。 一回头,技巧军试图,以身高优势碾压对手,这我中华神风的计划破灭了,这几个人是沙场的啊,竟然还得让技巧军开头看,好吧,比不过身高,那咱就这样讲道理吧,这可是我先来的,你们都给我网后烧。 一句话还没说完,技巧军顶尖一看,日本求医,这特么是日本国家队的,那一刻,技巧军瞬间觉得日本整个国家的智商,受到了莫大的侮辱,在我国,就算是小学生也明白上网,把队脱了校服的道理啊。 而日本国家队的这四位大爷,穿着日本国家队对付大摇大摆,都在红灯区晃悠起来,那帮热情似火的姑娘把对技巧军说的话,统统重复了一遍,这四人大手一挥,当即决定,带走,我们全都要。 旁边的Warty D'Orton看了止不住感叹,不愧是职业球员啊,这么晚了还加练做运动,怕不是要通宵了,事实证明他们的体力被技巧军高估了。 凌晨,日本南南一星四人返回运动员村,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巴扬日本优良美德,把酒店里该带的都带走了。 据报道,16日晚,在结束了和卡塔尔队的比赛后,他们一星四人身批对付,前往印第当地闹市区一家餐厅用餐,并在餐厅内结识了一位会说日晚都当地民众,四人从这位日系皮条客口中获悉,附近有一家酒吧可以遇到妹子,四人随后前往那家酒吧,并在内逗留了数小时,结束后又在四名女子,的陪同下前往那家酒吧。 直到17日,凌晨4人才回到了亚运会选手住所,据涉案球员供述,这次违规事件他们每人花费了120万亿年卢比,大约日元90元,约564元人民币。 随后,针对该事件,日本方面发出的声明,这四名球员,违反了日本代表团的行为规范,因此即日起取消作为日本代表团选手的资格。 20日上午,四人就将直接乘飞机前返回日本,日本代表团团长山下太狱,也在发布会上致歉,并且表示将不会补充人员,将有剩下都八名球员征战接下来的比赛。 据《日本时报》消息,这四人分别是,勇吉右影,乔本阿呆,佐藤卓摩和金春加太,昨日他们抵达东京后,四人在机场向公众鞠躬低头认错,随后在日本篮球协会会长的带领下,四名球员在发布会上表示道歉。 在东京举行的谢罪记者会上,四人中最年长的勇吉右影发言,承认,恶在咬嚼打用金钱买穿的行为,这次由于我们的轻率的行动,给大家添了很大的麻烦,我深深的反省和道歉,真的对不起。 目前,日本来写还未公布处罚结果,尽管我国与日本有些历史一流问题,令技巧针对该国实在蛮友好感。 但是,日本代表团方面对于该世界的处理,令技巧针觉得还不错,比起菲律宾来写,简直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 只是日本那四位爷,穿着国家队衣服去逛红灯区,这影响,实在太恶劣了。 不过,从某些方面,我们也可以看出,日本对本次比赛的不太重视。 比如说此次亚运派来的纸售二队,黑人昏雪前锋八村类,规划中锋费泽卡斯,以及灰熊队的渡边熊派,都没有随队且冒假加达热断来些。 是想给我们亚洲其余国家留点面子,面子是靠自己正当。 今天下午五点,中国南篮红队VS杯,绿宾,球场下的事,我们留给场上解决。